女人为了抢走别人的老公 尽花钱故人去侮辱对方的老婆 正当男人要下手时 反被惊吓过度的微笑咬了一口 微笑趁着男人吃痛的间隙撒腿就跑 跑出胡同后正好被回家的金珠看到 微笑再次被坏人掳了进去 气急败坏的他先给了微笑一巴掌 当他想在做微笑的时候 金珠及时感到挡住了对方 男人眼看打不过金珠转头就跑了 金珠紧紧抱着受到惊吓的微笑安慰他 等微笑镇定下来金珠打算报警处理 哪知微笑却怕事情老大婆婆知道后 又要找自己的麻烦阻止了金珠 而微笑回到家彻夜未眠 似乎今天是给他带来不小的心理意义 但他并没有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老公 隔天因为微笑没有起床干活 婆婆怀疑他就是不想做饭才偷懒 明在护着老婆让母亲找个保姆 哪知母亲说微笑就是不花钱的保姆 明在听后让母亲把钱给微笑当作保姆公司 母亲当着孩子面数个微笑的不是被明在打断 内音这边紧张地等待男人的电话 结果却得到对方事没办成的消息 他责怪男人无能的同时很担心事情败如 于是在上班时他套话明在看看对方的反应 然而明在并不想搭理他直接进了电梯 哪知内音紧跟起后先跟明在道歉诋毁微笑的事 随后又主动凑近明在 看明在对自己不再排斥 内音得寸进尺看了看摄像头故意去啃明在 正好在电梯门打开时这一幕被同事们看到 听到同事开始议论自己跟明在的关系 内音露出得意的笑容 同时微笑的女儿拿完巨熊不小心打破了三口合照 这在微笑看来像是预照着什么 而明仔为了让母亲清醒把调查出来 内音当陪酒女以及假留学学历的时候告诉了他 母亲看着内音的照片惊呆了 闹了半天他被内音耍得团团转 气愤的明仔母亲出来给了内音一巴掌并辞退了他 内音苦苦哀求给自己几分钟时间解释 最后被保安轰了出去摔在地上 内音一抬头正好看到明在跟微笑看着他的彩状 他不再丢人现眼滴溜着包离开了 然而内音并没有放弃挣扎 他一遍遍地跟明在母亲打电话 明在母亲从来没有被人如此轻视过 内音打来的电话他都给刮断了 打不通明在母亲的 内音又联系明在 然而明在当着微笑面边吐槽边挂断了电话 微笑自从知道了内音就是跟他一起过院长大的女孩后 就被内音心软了 他还在担心 内音被明在赶出公司以后该怎么生活 明在说不看内音的背景也是个有能力的人 反正内音今后都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他们以为赶走内音所有的事情得到了解决 没想到内音一直坐在公司门口台阶上想报复计划 看着微笑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 内音心里极度不已 内音上次让男人侮辱微笑没有成功 这次他又联系男人让他拥走微笑的门 本来男人拒绝了内音 但他看着病床上的母亲心意横又跟内音拨去了电话 另一点微笑正在带着女儿在市场互动 而铁锤一直在身后等待时机 就在微笑跟女儿开心地等待抱你花时 没想到声响正歪了的老太太 微笑想也没想丢下女儿口去帮助老太太 等他想起来女儿时却不见了海岚的踪影 微笑一遍遍呼喊女儿的名字却不知这一别竟是永别 微笑在市场到处寻找孩子的身影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孤儿院闺蜜的阴谋 此刻孩子已经被内音安排的人带到很远的地方 而找不到孩子的微笑内心几乎崩溃 他无助地蹲在地上颤抖着拨通了警局电话 直到市场人已经走干净了 微笑依旧蹲在原地等着奇迹出现 他不敢把孩子丢的事告诉老公犹豫着要不要打电话 这时警方已经赶到现场 微笑说老太太摔倒后自己就回头看了下 一眨眼的功夫孩子就不见了 警方让微笑等消息 而明在也接到女儿丢了的消息匆匆赶来 明在认为是妻子的疏忽导致了女儿走丢不断指责微笑 殊不知这都是他的烂桃花所为 此刻微笑的心里也不好过 但他还要跟明在道歉安慰对方 回到家婆婆得知孙女被微笑弄多了气急败坏 现在婆婆更加认定微笑就是灾心不停地拉扯他 幸好警方阻止了婆婆的行为 警方让他们注意绑匪来电 他初步判定海岚应该是被劫走了 微笑回到卧室想起老太太摔倒自己丢下女儿去服务就懊悔不已 她锤打着胸口非常恨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做 另一边海岚被铁锤带到内音指定的地点等待转移 孩子哭了睡 醒了又接着哭的叫妈妈 微笑仿佛心灵感应般顺着脑海里的哭声走了出去 明再见状赶紧追微笑但晚了一步 微笑已经坐上出租车来到了白天丢了女儿的市场 他脑海里都是孩子回荡的哭声 就在微笑崩溃时明再感到把人带回了家 一整晚像是过了一整年 微笑看着女儿的照片心口疼得不行 屋外警方说如果劫匪没有要钱 那很有可能是仇家所为 托波斯来想去自己最近只得罪的内音 他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明再 明再找到内音当面对峙 内音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说白天自己因为伤心喝多了 说完还趁机抱着明再安慰了一顿 然而第二天内音就跑到约定地点跟铁锤会合 铁锤收了钱把熟睡的孩子抱到内音的车里 内音看着海岚嘴里嘟囔着 让他去怨恨微笑跟自己没关系 转头内音把孩子交给了之前乡下认识的大婶 并给了他一笔钱谎称是自己的孩子 托他照顾一段时间 几天过去微笑每天半夜都会想起丢孩子的场景 他又莫名地走出家门 没想到正好被金珠看到 金珠一路跟着他来到丢女儿的市场 可孩子已经被内音送去了乡下 不会再出现在市场里 明再就这样静静地在身后抱着微笑无声安慰 冷静下来的微笑突然想通了竟然大口干饭 他要自己活下去才能找到女儿 婆婆误以为微笑没心没肺女儿 丢了还能大吃二喝怒吃了他一顿 微笑这边生不如死 而内音则一大早熬了锅粥 准备给明再献殷勤 一进屋内音假惺惺安慰明再 随后把精心熬的粥给放到了碗里 微笑已经懒得搭理内音的行为 可内音见嗖嗖地问微笑 怎么才几天不见脸色这么难看 内音提起两人在过儿院的友情说 能理解微笑的心情 微笑不想搭理他回了屋 现在微笑已经现实跟幻觉分不清了 他抱着刚到货的玩具就要进屋喊女儿 明再看出他的异常 把他拉回现实 没一会微笑又拿着女儿玩过的泡泡机 要给女儿吹泡泡 出去的路上 金珠正好看到微笑往公园走去 他回到家找了个借口 匆匆跑去了公园 此刻微笑假装女儿在自己身边自言自语 金珠看着失常的微笑告诉他 海岚已经迷了 看得如屈翘一般的微笑 金珠忍不住心疼地抱住了他 时间长了甚至出现了妄想和幻听的症状 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跟脑海里的女儿对话 丈夫看着现在异常的妻子不放心丢下他去上班 可妻子又想起来孩子的事恢复正常 只是眼神极其空洞 等丈夫上班后 妻子独自在街上忙走 他看到女儿同款玩具熊 就上前跟小朋友抢夺 微笑可怕的样子把小朋友吓哭 哭声引来男孩母亲 微笑被拽倒后一直蹲在水果滩前不动 老板没办法用微笑手机联系上了金珠 金珠着急忙慌跑来接微笑 他细心地为微笑处理手上的伤口 这时有个疗养院的男人联系上微笑说 有个孩子很像海岚 微笑激动地联系上老公让他一起过去 纳志亚人空欢喜一场孩子并不是海岚 老公当场即夜埋怨微笑的父亲自从发了传单 假电话他接了数十通 明在说现在警方还没有公开调查 如果孩子因为发传单出现意外 微笑的父亲担不起这个责任 两人现在因为女儿的丢失感情逐渐出现裂痕 明在也终于说出心里话 他怪微笑如果没有放开女儿的时候 女儿就不会丢 微笑痛苦地说能回到那时候的话 他绝对不会放开 但是回不去的过去他能怎么办 明在被气得长叹口气丢下微笑离开了 走到半路他又于心不忍回去找微笑 但没看到人 而此刻微笑已经坐着金珠的车离开 家里婆婆也因为微笑父亲发的传单 接到很多恶作剧的电话 婆婆气得大发雷霆 她进屋警告微笑 如果她的亲戚再插手孙女的 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白天微笑被婆家人指责埋怨夜晚 她就做起了梦中梦 微笑起来看到女儿自己回来了 她让明在起来看看 哪只女儿不想靠近她并埋怨 她为什么放开自己的手 说完孩子就离开了她 微笑的梦明显是处于内心深处的自责 她被惊醒后让明再杀了自己 微笑开始后悔自己的善良 她自责自己那天不该去管摔倒的老太太 不该放开女儿的手 明在暗恋微笑只要找到海南就好了 到时候一家三口去吃海鲜去旅游 什么都不管了 能幸福的在一起就好 听了老公的话 微笑发传单更卖力气了 然而有的老头不理解微笑的行为 甚至直接把传单扔到地上 指责微笑孩子都能弄丢 微笑跟老头理论时正好被金珠看到 金珠的女友看不过去老头 欺负女人上前为微笑打抱不平 打发走老头海鲜还帮微笑一起发传单 这样喜欢微笑的金珠内心很不适滋味 海鲜看微笑可怜热情地 把她带到了家里吃饭 哪知海鲜的后妈阿拼了微笑 丢了女儿竟感同身受不自觉地哭了 微笑走后她回到房间 拿出一条跟之前微笑抽屉里 一模一样的绿手绳 原来曾经妇婆未婚先孕 但后来女儿走丢了 手里的绿手绳 她跟亲生女儿一人一条 也是唯一的信物 屋外海鲜发现微笑的手机 望在了桌子上 金珠自告奋勇 拿过手机要给微笑送过去 海鲜并不知道金珠认识微笑 也没在意 然而就在金珠还了微笑手机 查看她之前手伤时 正好被内因看到 内因看出来金珠对微笑的感情 感觉事情越来越好玩了 另一边内因脱箱下 照看海鲜的大婶 把孩子独自关在家里出了门 海鲜不断摇晃门 竟意外把门打开了 小小的她不认识路 一路走到了江边 她想过将回家找妈妈 好在被度假的小情侣 看到及时安抚住了她 两人一看 海鲜就是大公司丢的孙女 于是联系上了明在 哪知名在接电话时 正好内因在旁边 她得知海鲜被路人找到吓坏了 趁着明在不注意内因 赶紧离开打算先去找海鲜 同时接到女儿电话的微笑 去现场 路上她不停地安抚女儿 恨不得立马飞到海鲜面前 然而内因尽快两人几步 先赶到了小情侣这里 想趁机再偷走海鲜 那因让大婶把小情侣的狗放走 趁着小情侣追狗的间隙 内因跑到帐篷里 把熟睡的孩子抱走了 路上内因突然停车 拿走了海鲜手里的玩具熊 她要伪装海鲜已经离世 不然您在夫妻会一直找孩子 想完内因直接把玩具熊 丢进了江里 让内因想不到的是 孩子真的跟微笑阴阳两格了 等她回来跟大婶会合时 正好看到海鲜出事故 朋友在江边苦苦寻找孩子 正好看到女儿的玩具熊和鞋子 她看向江中间边喊边 要冲下去找海鲜 情绪激动之下 微笑晕倒在丈夫怀里 同时微笑的女儿 被大婶带着上厕所 哪知她趁大婶蹲坑之际逃跑了 海鲜想回到江边找妈妈 没想到跑到了马路中间 做完坏事的奈因回来 正好看到孩子发生事故的一幕 微笑昏迷梦到了女儿 跟自己道别一个人下了江 正当她被惊醒时 一睁眼看到婆婆要掐死自己 微笑被掐得喘不上气 关键时刻 民在近来阻止了母亲 婆婆指责一切的根源 都是微笑把孩子带出去造成的 一周后海鲜的尸体 并没有在江里找到 内因看着新闻报道 警方已经断定海鲜尸体 顺着江水漂进大海 听到警方放弃了 其他方向的寻找 内因松了口气 想到微笑以为 海鲜掉进江里 痛苦晕倒的样子 内因狠毒的嘀咕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警方就通知微笑一家 停止搜查 微笑坚信自己的女儿还活着 因为她在电话里 叮嘱女儿在原地等着他们 女儿不会掉进江里 可民在显然对微笑 已经不耐烦凶了她一顿 而婆婆每次有事 都会听信老头的蛊惑 老头把所有的事情 都扣在微笑是灾心的头上 他让婆婆给海鲜举行 计婚仪式就能解决 所有不好的事情 微笑一出门口 看到婆婆准备烧海鲜的东西 她一把抢了过来 第一次大声跟婆婆说话 微笑说完抱着孩子衣物进了屋 婆婆被气坏了 微笑抱着孩子衣服 不愿意接受海鲜已经没了的事 哪知明在进屋就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不断提醒微笑孩子已经没了 没有发现尸体是因为顺着将近了大海 明在给微笑推理一系列孩子死了的事实 不管微笑深受打击的样子 明在说完就走了 来到公司母亲又逼明在离婚 她要明在给海鲜做完计婚仪式立马里 内音听到俩人的对话心里暗暗得意 以前明在不管怎么样都不离婚 现在女儿被微笑弄没了明在 肯定不会原谅微笑 隔天婆婆不顾微笑的祖兰跑去参加祭祀 微笑脑海里都是女儿的声音 她跑到仪式现场阻止 然而却晚了一步 老头已经把海鲜从出生到现在的衣服跟照片都少了 回到家微笑就看到婆婆命人把全家服务及所有跟海鲜有关系的东西全部清理了 微笑赶紧联系明在让她回家阻拦婆婆 哪知明在看到微笑的电话已经很烦了 在听说了微笑的拜托后 她直接拒绝了微笑 明在赞同母亲的做法 她认为现在留着海鲜的东西也没用了 可微笑怕海鲜回家了怎么办 她坚信海鲜会回家 明在激动地告诉微笑女儿死了 并不是留着女儿东西她就可以活过来 俩人的对话被奈英听到耳朵里 她假意劝明在实际是帮明在母亲说话好 让明在跟微笑的隔阂变身 微笑被明在挂掉电话后愣了很久没缓过来 她没想到身为孩子父亲能这么无情 本想在阻拦工人的微笑被婆婆要求滚出家门 最后婆婆推散着微笑把人赶了出去 她说微笑如果以死来赎罪 她就承认微笑是自己的儿媳 说完婆婆决绝地关上了大门 而微笑看着处理废品的车掉下来的海岚玩具 她捡起来心疼地抱在怀里 不知不觉微笑走到了山顶 等清醒过来她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 于是联系上金珠 金珠听后问了微笑周围的标志 根据微笑说的标志 金珠在去山上的路上碰到了微笑 看到微笑的瞬间金珠放下心来 金珠把微笑安抚在车里 然而微笑目光呆滞地让金珠去给自己买咖啡 在金珠走后微笑看着海岚的玩具蒙生了 随海岚而去的想法 她下车走到路中间影响交通 可小汽车避开了她逃过一劫 微笑又选了个大货车直直地走了过去 千军一发之际金珠感到救下了她 微笑责怪金珠的多管闲事 金珠一把抱住微笑让她振作下去 一大早微笑重新回到了家里让婆婆很气愤 不管婆婆怎么骂她赶她 微笑抱着海岚的玩具就要给婆婆做饭 婆婆把微笑的行为认为是在挑衅自己 她直接把离婚协议扔到明在面前让她签字 明在直接把离婚协议给拧巴了气愤离开 这些都被门外的内音听到 她心里很确定孩子没了后名 再对微笑的感情已经变了 现在只需要让明在下决定就可以了 于是内音假惺惺拿着礼物来家里看微笑探情况 没想到金珠跟微笑打电话时正好被内音听到 金珠听说微笑一个人要去江边 怕她又想不开 于是着急忙慌地跑到微笑家接她 内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她要利用金珠对微笑的感情让明在下定决定离婚 回到公司内音把微笑跟一个男人去江边的事告诉了明在 她要给明在的心里先埋个影子 而这也如内音所愿明在跟微笑的关系开始破裂 女人亲手为离世的女儿准备生日蛋糕却被全家人指责 丈夫看到后更是拿起蛋糕狠狠地呼到桌子上 女人默默地边哭边把蛋糕又捧回去 婆家人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失去女儿的心情 微笑只能跑到娘家为离世的女儿开生日派对 她现在已经接受了女儿不在的事实 离世打算把存为女儿以后要用的钱全捐给自己小时候待的孤儿院 哪知就在微笑委托金珠律师处理这件事时正好被那音看到 那音把俩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下来发给了明在 还添油加醋地说微笑经常跟金珠见面是不一般的关系 明在当即冲到微笑俩人面前不问清楚就揪金珠的衣服 微笑只感觉明在的行为太丢人了直接毁了家 然而明在不依不饶直到家里质问微笑 她借着自以为微笑犯错的因由来发泄女儿丢了后压抑的心情 再听到微笑解释说把女儿的钱都捐给了孤儿院 明在更是心中不满微笑的独断独行 她相信了母亲的说法是微笑可怜的身世传染给了女儿 明在问微笑有空管阿猫阿狗没有空管海澜吗 她不明白微笑连阿猫阿狗都管怎么会丢了自己的女儿 微笑不断跟明在道歉 她想让明在原谅自己的失责 微笑难以置信明在竟然打了自己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明在说出了更绝情的话 她让微笑代替女儿死 明在的举动不仅吓坏了微笑 也让刚进门的婆婆吓一跳 刚刚接受女儿离世事时的微笑 想起明在的话又陷入深深的悲痛自责之中 但她此刻心里需要有个人依靠 微笑又卑微地联系明在想道歉 可明在看到微笑的电话去接了 随后明在接到微笑的道歉短信 微笑说是自己想得太短钱了 她应该跟明在商量下再捐钱的 微笑祈求明在不要生气了 然而明在对微笑的道歉短信嗤之以鼻 微笑抱着手机一直等明在回短信 然而短信没等来却等到婆婆来劝她离婚 婆婆答应微笑只要她离婚 就让微笑娘家一辈子不愁吃穿 可微笑只想跟明在一起 度过失去女儿的这道难关 这让婆婆气急败坏 大声嚷嚷害死孙女的人就是微笑 这时明在喝得醉醺醺回到家 微笑见状赶紧跑过去搀扶 没想到明在直接甩开了她 微笑屁颠屁颠跟着回了屋 她一直想靠近明在 可明在不允许她靠近自己 还不断指责是微笑害了女儿 她现在看着微笑只有厌恶的感觉 说完明在发起疯来不断地怪微笑 现在微笑没事了又换明在发疯了 婆婆在外面听着屋里的打杂声反倒松了口气 她感觉儿子能发泄出来总比憋坏了情 半夜那英打扮精致地等待明在 她知道明在肯定会来找自己 那英这个偷走别人孩子 真正害了明在孩子的凶手 竟毫无愧疚安慰明在 她让明在难受的时候来她身边 她可以协助明在适应没有女儿的生活 而微笑则在被砸得乱七八糟的 家里吓得瑟瑟发抖 直到早上一夜没睡的微笑开始收拾屋子 一直以为女儿的死是自己的责任 微笑在夫妻关系里变得卑微起来 她来到公司跟明在道歉昨天的事 并保证以后会好好做好好对婆婆跟明在 说完就要给明在拿她爱吃的蔬菜 明在说不吃 她自顾自地拿了出来 哪知明在直接把饭盒扒拉到地上 还说看到微笑的脸就讨厌 她做的食物也是吃不下更想吐 说完明在便离开了 躲在门后的那英看着微笑 蹲在地上收拾食物的样子暗自得意 家里微笑等到明在后半夜都没有回来 殊不知对方睡得比谁都像 微笑独自把准备好的饭菜又收了起来 隔天明在接到幼儿园电话 让她去拿海岚的物品 晚上她看着海岚的物品毒私人 明在越想越气跑到屋里 看着蜷缩在床上睡觉的微笑开始指责 微笑看到明在回来起来 迎接结果换了一个大笔兜 明在举着椅子冲微笑扔了过去 她不断地砸屋里的东西泄愤 吓得微笑抱着头蹲在地上不敢动 明在愤怒焦虑压抑失控等情绪愈演愈烈 她大声责备微笑甚至言语过激地问微笑 为什么还能吃下饭睡着觉 幸好婆婆及时进屋阻止了明在的过激行为 婆婆并不是好心就微笑 而是怕微笑会告儿子动手打她 明在现在什么都不在乎 只想让微笑替女儿死 微笑想到明在的行为下的蜷缩在厨房不敢动弹 而害了孩子真正的凶手 喷着香水等待明仔的到来 不出所料今天明仔来找她了 那一明知顾问舔着脸 问明在家里盛世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失去女儿的明在已经心生疲惫不想说话 那一利用明在最脆弱的时候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让明在的心渐渐向她靠拢 不知过了多久微笑 哆嗦着回屋收拾地上的狼藉 一早朋友过来看微笑发现了她脖子上的伤 微笑谎称是自己摔的 朋友并不相信她荒唐的说辞 她告诉微笑一旦男人动一次手以后 就很难改掉这个毛病 微笑坚信明在是因为失去了女儿太痛苦才会这样 她要在明在最痛苦的时候好好坚持下去理解明在 朋友被微笑气哭 喝得鸣鼎大醉来到微笑养父家说漏了嘴 微笑养父带着儿子找到明在办公室质问他动手打微笑的事 哪知明在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在愤怒的时候才打的微笑 说完把微笑养父甩到一边 微笑弟弟看父亲闪了老妖用头给明在磕破了鼻子 几人闹得不欢而散 明在更是以微笑养父闹腾 唯有要把他赶出家门 他收拾好微笑行李就要把微笑送去娘家 微笑苦苦哀求明在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他拿海澜当理由留下来结果换了个大笔兜 微笑还以为明在失去女儿需要自己的陪伴 殊不知明在已经有了新机女陪他渡过难关 当明在抬手想再揍微笑时被路过的金珠拦下 明在一看是金珠立马怀疑俩人的关系 他转头揪住微笑的领口抬手就要打 忍无可忍的金珠拦住他揍了上去 微笑看到后冲到明在面前关心他反而被甩到一边 明在本想还手但明显不是金珠的对手 微笑拦着明在让金珠离开 微笑给了明在台阶下没想到在金珠走后 他把气又洒在微笑身上明在也不送微笑了 他直接把行李扔了下来 嘴里说着最绝情的话让微笑滚 明在甩开微笑吓唬了他一下便离开了 金珠默默地站在远处看着他 而微笑又把行李箱提回了家 正当他要把衣服放回原位时接到了内因的电话 内因告诉他明在的地址让微笑来接人 等微笑感到想扶明在结果被甩开了 明在告诉微笑他要去内因家里 内因扶着明在故意停留下来 在微笑面前秀恩爱 微笑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 然而这还没完 内因在公司里告诉微笑婆婆污蔑微笑 跟金珠有不正当的关系 微笑婆婆也不合时想也没想就信了内因 他叫完微笑当着律师的面替 他盖了离婚协议的印章 微笑激动地起来说 他跟明在不能就这样结束想要回协议书 可换来婆婆一个大笔斗 婆婆打完微笑立马叫人把他轰了出去 正当微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看到了明在 微笑把婆婆不经过自己同意拿着他的印章 在离婚协议上盖章的事告诉了明在 他本想求助明在 没想到明在轻松地说自己也要去盖章了 微笑赶紧拦住明在说会 等到他回心转意他不离 明在警告微笑在死缠烂打就一起去法庭 他甚至怀疑海澜就是微笑跟金珠见面时才丢的 明在的猜测让微笑感到荒唐半天没缓过来神 而明在走后直接在离婚协议上盖了章结束了跟微笑的婚姻 婆婆开了离婚协议开心地要庆祝 还迫不及待地让明在重新装修他的房间去去会起 微笑刚出公司门口就摊坐在地上 他情绪崩溃地联系上朋友去喝酒 半夜朋友把喝得烂醉的微笑俯回家 第二天微笑刚睡醒就接到婆婆让他回家拿行李的电话 婆婆让微笑今天之内把他的东西拿走 不然就给他扔了 因为他要重新装修明在的房间 让微笑不知道的是 昨天才刚刚盖章离婚的明在 今天就带着那音回家了 那音就像妻子一样照顾明在关心他 他让明在去洗澡自己给明在拿换洗衣物 而那音进了房间看着还没拆掉的结婚照 嘀咕着微笑如果早点自己出去 也不会有海澜的事故了